肉块裹上浓浓的酱料 香浓的咖喱淋在白饭上 美味扑鼻是许多台湾民众的最爱 但您知道咖喱源自哪个国家吗 近日就有一名网友到超商买咖喱饭 却难门怎么出现包括日式 泰式 辛玛 马萨拉等多种咖喱口味 但就是没有印度咖喱 到底哪一种才是最原始最接近印度正统的咖喱 破文引起网络热议 甚至有人说正统咖喱在印度根本不存在 他们语言就是讲的是咖喱 英国人在印度那边很多人听就是咖喱 台湾这边还是其他国家 如果他们说咖喱是一样的东西 不管是哪一种的咖喱 就是印度人发明的 曾经到总统府做过菜的 印度餐厅老板陈青 只是因语不同 但咖喱是原汁原味的印度料理 而美食专家这样说 咖喱是从南亚来的 泰国为主用姜黄粉 当成他的鸡骨 日本就加了很多的苹果 台湾其实有很多的咖喱 都来自于印度 来到大型超市里 贩售超过30款咖喱块 超商也可以见到各种咖喱饭 其实台湾更多人熟悉的咖喱 大多是源自日本口味 但不管是偏辣的印度式 还是偏甜的日式 各种咖喱料理就是好吃 何必管是哪来的 接着陈志茂晴莲 台北采访报道 海华XO干贝酱 这一罐很厉害很威好吗 它的蛋白质是鸡啊牛啊虾的三倍 这么好的干贝酱要去哪里买 是我们上我们的中天快点购的 电商的网站 搜寻你就可以找到咯 好 希望大家爱用咯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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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